哈喽大家 这是清晨的 Lake Monaca 现在要日出了 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5天 我们今天起的特别早去湖边看一下 看了一场日出 看远处的雪山和湖 OK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去皇后镇 然后在那边我们可能到处逛逛 今天又是我妈开车 到了一个小镇的观景点 这边除了可以看到这个小镇全貌以外 还可以看到它附近的一个大坝 这边叫Clyde 感觉挺繁华的一个小镇不大 但是人还挺多的 房子建的也都还不错 这边就是那个水坝了 这里感觉漂流很不错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叫皇后镇的住宿 我们租了一个小公寓 这就是我们的房门 好 我现在进去探索一下 我还没有进去过 在这边有一个貌似玄关的地方 然后呢 这是一间卧室 这卧室里面有两个床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然后 这是洗手间 然后有淋浴间 然后 有洗衣机 烘干机好像是 下楼来看 这是 这应该是餐桌 然后 这是我们的厨房 这里还有一间房间 它还有个小院子呢 哦 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小院子 到了一个湖边 其实就是皇后镇这个湖 然后我们在 Wilson Bay 哈喽 大家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很令人震撼的美景 看 这也是我心目中 新西兰的样子 美吗 非常棒哦 哈喽 大家 我们在这个路上 短距离内又停了第二次 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非常容易产生静电的人 我现在基本上每次下车都会跟车门电一下 我很怕这件事情 但是 为了这个景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哎 看这个镜面的 哇 真的很好看 当然现在有树挡着了 等会我拍出照片来就没有树了 哈哈 哇 好做作 好美啊 这是我发自肺腑的感情看的 丢丢的手术 尴尬都犯了 你敢不敢用这里的石头打水漂 敢呀 那我用这里的一块石头打一个水漂 这个吧 好 你觉得我能打出来吗 三 二 我打了 啊 啊 一个 哎呀 哎呀 没拍到 我就知道 哎呀 我爸你那个太厉害了 我怕那个可能有10个 OK 好 怎么样 好 3 2 1 一 这么大都可以 两个 三个 哦 三个 我也要再打两个 这一匹啊 快啊 哎呦 五个 哇 没有你没看完 好多个 后面超级多 哇塞 你看你看 你每个都没看到 对 不行 三 四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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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边的一个钻石壶 因为这个壶在地图上看是钻石型的 还可以吧 比较宁静的感觉 这样更有感觉吧 哦 看右边 哦 看右边 Lord of the Rings 哎 那个啊 钻环王 所以这边是钻环王的钻环王 哦 有可能 很像啊 很像钻环王的 对对对 那边有几头牛跑出来了 一家三口吧 其实好像就是很多个牧场 然后这边风景还挺美的 但是呢 路真的很不好走 我觉得这里的牛的肉应该挺好吃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在Paradise天堂镇 然后呢 我们觉得这边实在是太像指环王的取景地了 给大家看一下 看那边有一只绵羊和他的两个小孩 超级可爱啊 他回头看我 他很怕我 呃 大家记得一下 你看他们都在看我 现在是日落时分 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停靠过的一个点 那边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着火了 还是什么 他们在焚烧一些什么东西 有很大很大的烟 哈喽大家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呢 我们在皇后镇醒来 这会儿我们要去玩一下他的Skyline Gondola 天空缆车 今天我们的行程呢 就是上午在 黄后镇玩 我们主要就是玩这个天空缆车 还有他的那个滑板车 我们订了两次玩一下 下午的话 我们就去 有个地方叫Tiano 那个地方呢 是我们去那个什么米尔夫 霞湾的一个入口吧 算是 今天晚上我们住在那个 Tiano 然后明天早晨我们就去霞湾 明天晚上我们还抱了一个 萤火虫洞的团 所以我们会在那个Tiano住两天 哈喽我们现在要去玩这边的这个滑板车 就是先坐这种缆车上去 看一下后面的风景 风景不错 那边有人在玩滑翔伞 我和小哥哥都不是很赶 看下面有人在滑 玩这个 看小哥哥在玩这个滑板车 后面是我吧 好 我们在一个山顶 我们趁这种滑车上来 现在我们就是500米的视角 看 Cristán Okatipu 哈喽大家,我们又来网红店吃饭了 我们今天吃的是皇后镇的一家网红大汉堡 叫Burg Burger 大家看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在排队点单 然后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桌子可以坐在这 我们现在拿到了我们的餐 我们点了几杯咖啡 我们的薯条 和两个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多 我们就点了两个 打的汉堡 一个大概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 应该跟我的脸差不多大 切一看 然后看我妈已经打开了一颗 一颗 有一圈 有一小 好的 我们不太想吃过 因为这个吃起来会很难看 这个吃起来会很难看 我觉得它的菜比较好吃 因为油油很大 就是有一种炒过的菜的感觉 不知道为了 就是好吃的汉堡 没有说经验这样子 然后我们其实等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来 我们现在呢 已经吃了很多汉堡 我们已经离开了皇后镇 我们要去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蒂阿瑙 我们在这边停靠了一下 因为这里的风景很好 我们现在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住的地方 我们在LBNB上面租了一个小房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房子 今天和明天晚上的房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后院里面 这里面有些什么工具房啊 然后有 还有一个蹦床 我觉得这是比较神奇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平台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小餐桌 这小餐桌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外面吃饭用 然后呢 就打开我们的门 这家人特别高 它有个镜子 这个镜子呢 我勉强能看到我的模样 勉强能看到一点点我自己 跳起来就即可以 这里有一只雷居家的狗头 它在看着我 你们那个轮胎要不要打气的 要的 我们每次都打 拿什么打的 拿就长气筒 脚踩的 啊 它这个也太简单了 你这个家里面放着脚踩的嘛 就是 这也太惨了 我们现在呢要出门 我们是骑自行车出去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我现在穿上了我的羽绒服 我们的房子里面还戴了四个头盔 但是 有一个头盔超级小 大概是小孩的 基本上就是放在头上而已 就这样吧 拜拜 OK好 那是我爸 看一下 小哥哥和我妈 骑车到了湖边 这个应该就是 那个Tiano湖吧 然后这会儿正好西洋西下 真的挺美的 我还看见一个水上飞机在那间 早上好 现在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的天气非常一般多云 甚至有一点点阴的天气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去米尔福德峡湾 大概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不到两小时的路程 据说峡湾那边很容易下雨 所以我大胆预测 它的天气可能不是很好 不过反正来了来了不去 太亏了对吧 天气突然变好了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米尔福德峡湾的船上 看小哥哥已经拖出了他的眉毛衫 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是从那个Diano那个城市过来的 那边谷歌地图显示 大概开过来的话是一小时45分钟 但实际上我们开了可能有两个多小时 而且其实我们已经很克制住自己在路边停车的欲望 我们大概停了两次还三次吧 每次大概也就是五分钟时间左右 但是仍然会比预计的到达时间晚了 可能有二十多分钟吧 晚上睡比较久 根源在于这边很多地方都在修路 然后有很多限速比较低的地段 大家以后过来的话要注意 好看 我看到这边不转移 这边风超级大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引火冲动 但是里面不能用手机或者相机拍照 所以我们就不录了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去看 出来以后告诉大家是什么样子 我们下船咯 好像到真正的洞还有一段距离 两边都是黑黑的 反正感觉很恐怖的样子 今天是我们行程的闹主第二天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开车 然后我开的非常的不错 今天就这样 拜拜 现在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昨天看到的情景 我们先是跟着一个向导进了洞 走了一段 然后向导会跟你讲解洞里面 比如说什么延世的精神 各种东西那么心理的 然后我们就沉了一个小船 进去洞里面看引火虫 引火虫不是很多 都挺好看的 就是星星点点 然后而且它是有点微微发蓝色的 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然后它也不会飞 它就是一个像蚊子一样的虫 那个引火虫阶段 其实是它的幼虫阶段 它饿了呢 就会发出一些光 可能想要会吸引它的一个猎物 它会编织一个网 然后它就用它肚子里面的那个光 来吸引一些飞虫 它就把那些飞虫吃掉 它基本上是禁止在墙壁上的 它不太会像我们的引火虫那样到处乱飞 我们的引火虫就是屁股上有一点光 然后就飞来飞虫就很好看 九十月以后 它们就会结一个茧 再出化出来 变成一只像蚊子一样的虫 交配 铲卵然后就死了 漫长而又短暂的一身 大雨过后 看到了一点点彩虹 我们走到了一个小桥这边 前方有个尖尖的建筑 前面就到了这个所谓的淡尼丁火山站 现在我们就是去Moraki Boulders 就是一群大石头 东海岸就有很多这种 这个沙滩上有很多贝壳 还有这种 很好看 但是呢里面好像还有肉 怪怪的 不敢摸 这边的石头很神奇 看这个都新型的 但是呢上面都军裂了 这一块很圆很神奇 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 哇空好大呀 我们走在这样子的石头上超级滑 然后这边是这些 原石头 看一个五味壳 这里有一颗定色恐龙袋 这里有一颗足球 我们在新西兰住的最后一晚 这是我们今天的Iron BMI OK 要脱鞋吗 把鞋子脱在这儿了 好 进来走到客厅很干净 然后把鞋脱掉以后呢 进来看一眼 厨具非常齐全 看它这边有炒锅 各种锅 板 还有油 这么大一桶油 电饭锅也有 这么大一桶油 电饭锅也有 还有一间里面有两三个床 三间卧室 那爽了 爽了 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隔热垫超级可爱 我们现在走去看羊驼 我们住这地方的后院有两只羊驼 他们就是不过来 我在这边摇了好久 很明显有一只很心动 但是它又有点胆响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过来看小蓝企鹅龟巢 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 这里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我现在先拍一点点 待会儿开始了以后 我就不能拍咯 那边有一个过来砸厂子的海报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厂子不是给他的 他依然在那边搔手弄子 超级开心 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看小蓝企鹅 我觉得小蓝企鹅还挺可爱的 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挺多的 我们买的是那个premium的票 就是做的比较近的那一个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吧 因为确实要比普通的票要近很多 然后我们除了小蓝企鹅以外 还看到了海报 挺好玩的 不过也挺冷的 就是这样 哈喽大家 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是我们旅行的最后一天 我们今天要从奥马鲁到基督城 然后就在基督城乘飞机回中国 今天奥马鲁的天气超级好 昨天还是阴阴的 今天就是清空万里 昨天晚上我们去看小企鹅的时候 我们路过了一个蒸汽朋克总部 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反正我也不知道蒸汽朋克是啥 这些海鸥还挺会叫的 现在正在从奥马鲁回基督城的路上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能看到那边的草原和雪山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羊小牛和小马 看一下那边的雪山天气超级好 然后看一下前面 看我们来了一个羊驼牧场 然后我们想看羊驼 但是这边没有人 就只能自己看一下 这儿 这里有只黑黑的还挺可爱的 那边有很多 就反正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人 我们想进去看也没有人 就在外面看看 挺可爱 我们现在在基督城的一个植物园里面 这边环境还不错 就是有点冷 也没什么人 这边挺好看的 特别是这会儿夕阳西下 就是很美的感觉 这里有个很大很大的树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树桩 上面有一个大牛子 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APP 可以识别植物是什么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花吧 对 这树 杜鹃花 一棵樱花树 我们把我们的回国航班改签了 我们本来是从基督城飞奥克兰 然后奥克兰飞上海 但是因为上海大概有什么 航空管制还是什么之类的原因 我们的奥克兰飞上海的那一班 大概延误了有八个小时 所以我们改签成了基督城飞奥克兰飞 香港 香港飞上海的一个更折腾的航班 能比原来的航班早到个两三个小时吧 反正好像有一些失误 但是就这样吧 我们的新西兰之旅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觉得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希望他们也是 总结一下 我觉得新西兰南岛的风光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而且很值得一来 对于冰川 草原 然后还有对于各种服脱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放心大胆的来 然后关于天气的话 我本来以为这段时间我们是初春过来的 我本来以为初春的时候可能会天气比较差 比较容易阴天下雨 但是其实我们运气都很好 基本上都是晴天 看到了一天下雨 然后有阴天这样子 其他都是非常完美的天气 所以说这次我们运气还是很好的 非常开心 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女伴们 大姐姐你抬起头来一下 打个招呼 小哥哥你抬起头来一下 打个招呼 大哥哥抬起头来打个招呼 不是大哥哥 是爷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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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正好可以晒出一个假病角来 笨床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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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和小哥哥 两个人最近千万股 用超级烂的打气筒 打了气以后发现江里面有气泵 小哥哥你说点什么 现在无可怜 出去再继续打吧